太难喝了 真的严重的怀疑 它这个是否是一款纯粮酒 我真的很奇怪 这个酒是做给人喝的吗 各位酒大家好 我是冰哥 这个白酒行业起诉自媒体的人 第一个案子已经出来了 陕西白水都康 起诉我们的飞锅 酒瓶人飞锅 酒瓶人飞锅建议了四页份 点凭了一款酒 说这个白水都康的一款酒 这款酒很难喝 非常难喝 甚至这个包装 这个成本 大义酒酒飞成本 在这里 我站出来说一下 我对这个白水都康 有一点了解 白水都康 我在我们四川的地区 我看见其他小酒厂 有他们的一些 委托生产的一些 可能会人家 怎么得到握手 白水都康 主要以贴牌为主 它在这个陕西白水县 在这个县 他们就残酒不多 而且那个地方 残酒 就是成品可能也比较高一点 他们主要做贴牌 这个地方贴牌 平时就有可能不清楚 这个贴牌 有的人为就是说 在厂里面 用它厂里面的酒 加成包装 用自己独家经营 其实这个白水都康 跟 有一个方式 我跟他想 这个也不是代表白水都康 很多酒器都这样搞 是什么回事呢 就是 假如我去你一个酒器 我定制一万箱酒 这个酒器 它自己根本就不产这个酒 只是品牌 他们根据包装设计好之后 我找第三方酒厂 这个酒厂可能是四川移民的 可能是四川奴州的 可能是四川重来的 可能可能是其他地方的酒厂 小酒厂 对 我要求什么什么价格三价格的酒 我委托你生产 我一直委托书 加上工商贝亚 就可以了 然后 你看这生产地址 可能是陕西白水县 或者是 拿了某某某某其他酒厂 其实这个酒就是异地生产了 其他可能很不知病 可能环境很差的酒厂 卷你出来的 对啊 在这里是选择 你要来的话 有时间我带你转转 这个什么 琼莱啊 这个 成都啊 大某某啊 很多 这种小酒厂 他就是负责给外地的酒厂 生产灌装 对吧 甚至毛泽珍啊 啊 然后还有这个 陕西啊 江苏啊 内蒙啊 这些异地灌装 除了你喝的酒 你看到是什么江苏生产了 或者看到是内蒙生产了 看到是陕西生产了 有可能 都是我们四川生产的啊 下一期视频 我跟大家讲解 为什么 三块钱 四块钱的一斤的酒 他能够怎么装出来的啊 观众公告 了解白酒 谢谢 好